北京时间11月21日,2018赛季中超年度颁奖典礼,将在海口隆重上延,各项最佳的主将悉数揭晓,无为有望包揽五大奖项,成为最大赢家。 他能否与李肖鹏携手打破阳帅及阳枪们对最佳球员及最佳教练奖项的垄断,也是一大看点。 名称,中超联赛年度颁奖盛典时间11月21日18点30分看点一,无为篮五大奖项,作为北赛季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上岗球王无类已经提前将最佳授手及联赛冠军。 这两个奖项攒入怀州,终于实现了恩施徐根宝将本土二字去掉的目标,也帮助上岗拿到对史首个顶级联赛桂冠。 除此之外,他还有望角逐最佳球员,对手是奥古斯托和保利尼奥,最受欢迎本土球员对手是精进到几种学生,以及最佳阵容这三大奖项。 勿球王当晚估计能拿奖,拿到手软,看点二,无类里肖鹏双破垄断,历来是外援及外交场主角的中超连赛。 最佳球员及最佳教练这两大奖项,屡屡与本土球员及主帅盟无援,上次由中国球员拿到最佳球员奖项。 还要追溯到2007年长春亚太的杜振宇,本赛季,荣英最佳射手并率队夺魁的无美有望结束国产球员,对该长相长达十年的等待。 至于最佳教练,也已经被外交把持长达六年,上次获得最佳教练的土帅,还是011年的辽祖老帅马林。 而本赛季率队拿到连赛季军并杀金足鞋卑职赛的李肖鹏级巨竞竞争力,有望跟吴磊携手双双打破垄断。 看点三,最佳新人重回门将这首。 此次入围最佳新人奖决选民担当,是上港边峰陈彬一边,苏宁易购边峰黄子昌,以及国安门将郭全博,回顾中超最佳新人的冰雪历史。 除2015赛季空缺之外,获奖的多位中间场球员,仅有郑正正以及李小明两位后卫获奖,而得到过最佳新人奖的守门员,尤其只有2006年的王大雷。 本赛季,郭全博在联赛后三分之二赛程,牢牢占据着国安主力门将的位置,首发18次,总计1579分钟。 首发此处及出场时间,都压倒两位竞争对手,整体表现也毫不逊色,最终获奖的希望极高。 看点四,最佳阵容谁是大赢家? 最佳阵容33名号选球员当中,恒大有多大十名球员入围? 分别是高林,保利尼奥,塔利思想,郑志,于汉超,彭肖庭,张林鹏,李学鹏,邓涵和宗成,鲁能及冠军上道分别,有些人及六人入选。 最终的获奖名单中,哪支球队的入选人数会是最多呢? 上岗赛亚恒大,恒大在称主角,鲁能报了密席。 看点五,新增设两奖项花落谁家,今年的颁奖典礼,特地增设了最佳文化建设俱乐部,和清旭优秀俱乐部这两个奖项,以表彰在文化建设和清旭方面,取得特殊成绩的俱乐部,在更加强调文化建设和清旭培养的今天,这两个奖项的重要程度,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升。 不知道这次首度获奖,的俱乐部将是哪两家?远峰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受全部的转载。